内地决定开放三孩生育政策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了个会议 决定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的政策 并且有些配套支持措施 相关的受惠股都可以有些炒作 尤其是在下午炒得比较厉害 就好像衍生集团 卖买婴幼儿童的保健食品 股价就单日抽升了五成 还有卖婴幼童用品 像婴儿车那样的好孩子 升了超过三成 这些都是升幅比较显著的 另外还要说一些辅助生殖相关的概念 好像感恩生殖升了一成七 还有背康医疗升了一成半 还有培育服务的外帝工都升了两成一 我们都可以说乳品股或者教育股部分 其实都做好但没有这些升幅显著 有一个三排政策出来了 其实有很多的需要 大家就开始去网索 又开始托婴儿 或者因为托之前怎么可以托到 养胎保健 到生完之后有些服务 小朋友的用品 到后期的教育 其实有很多概念 我们应该去怎样选择 我想相对上这段时间 都是选择一些倾向短期 对他们的业绩方面 有一个受惠性 所以昨天看到一些急升的股份 其实都是倾向一些应有儿方面 那些产品已经开始有一个受惠性 至于乳业股来说 其实当然都是倾向一个应有儿受惠的状况 但是如果从股价表现来看的时候 年初以来普遍大只的乳品股 他们的股价表现都已经升了上来 这段时间再升的时候 那个上升空间相对上就会比较弱一些 另外一个方面 始终现在都开始是转入一个新经济的层面 变成市场方面 对于一些辅助的生殖医疗股份 或者是和一些基因检测相关的这类型的股份 对于他们的前景也会看好 所以如果继续去做一个跟进去买的时候 相对上来说 和医疗相关的股份 我相信仍然是一个升势来说 比较是理想一些 至于教育类的股份 就要去考虑 到底是不是和一些学前方面的教育 有一个相关性 但是普遍在香港上市的股份来说 可能都是谈谈一些高中大专 甚至是大学这类型的股份是佔多 所以短期来说未必是好一个受惠状况 所以这类型的股份暂时未必适合来买入